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进一步看一看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哲学 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章 就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20世纪40年代之后 这个什么概念呢 二战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我们可以呢 葛兰西 卢卡奇他们是什么 一战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我们讲的40年代以后 是二战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一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同样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值得我们研究的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看 就是要研究这一段 这个我们讲这一个呢 我们主要是讲两个人物了 主要讲两个人物 一个是耶飞福尔 一个是阿尔多塞 那么我们首先看看这个阅读书目 阅读书目呢 一个是马克思主义 就是他的这个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是什么 战后的法国哲学 战后法国哲学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是指的二战以后 所以实际上 就是我们国内也写了很多书 国外也写了很多书 但是在我读过的书里面 我觉得这一本书啊 它的概括性最强的 你如果把它的这一个书看了 它是什么 从沙特到阿尔多塞 就是说它这个书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把整个这个二战的以后哲学的变化 二战以后啊 所发生的这个哲学的变化 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化啊 它把它全部都描述了 而且讲了 就是我们国家很多 就是把这个沙特到阿尔多塞的 这样一个哲学啊 都把它作为什么 把它作为一个分段的 就是把它分开 觉得是绝难不同的 然后它这本书描述什么 整个这个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整个二战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法国来说 它都属于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 包括这个阿杜塞的哲学 都属于新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这个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 它们之间既有区分 同时又有什么关联性 又有什么关联性 所以它把它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性啊 全部都揭示出来了 全部都揭示出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线索的描述上 以及在这个人物思想的把握上 这本书是最好的 最好的 你如果把这本书看了以后 那么其他的你很快就能把握 很快就能把握 就是它给你一个总体的把握 而且它这个书不是很厚 我们学校图书馆就有 我们学校图书馆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 可以借着看一看 那个书反正我觉得写得挺好的 也很好读的 很好读的看一看 所以我在这儿跟大家 因为这个书没有翻译成中文 所以我就跟大家介绍 它的这个英文的原版 我们因为我们学校图书馆也有 所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 第二本呢 就是这个列斐福尔的 列斐福尔的这个日上生活批判理论 日上生活批判 这个日上生活批判呢 它现在翻译成英文呢 有一道三卷 全部都有英文版的 全部都有英文版的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看这个 列斐福尔的呢 很多看了他的其他的这样一些书 一些片段的介绍的书 那么我觉得不如看一看他的原作 在这个列斐福尔的这个 日上生活批判理论的前言里面 是一个美国人 就在翻译当中啊 给他写了一个前言 他说我在发现这个二战以后啊 就是因为他是作为一个 任何一个哲学思潮啊 哲学思潮 他就是什么出现的时候 他说整个这个 当时的这个法国哲学啊 法国哲学是什么 他是转转相抄的 就是很多同意性的东西啊 就是你抄我的 我这里很多雷同的东西 很少发现有独创性的 他说但是呢 列斐福尔的日上生活批判 可以说在这一个时期啊 是可以称之为什么 具有创造性的 具有独创性的 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个 列斐福尔的这样一个 日上生活批判的这样一个哲学 日上生活批判的哲学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阿尔都塞 就是说阿尔都塞呢 他和列斐福尔代表了 这个整个战后法国哲学的 两个阶段 他是如果列斐福尔代表 他这个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的这样一个思想 到六十年代的思想 那么阿尔都塞代表了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后 以及到现在啊 对这个整个西方马智主义 所产生的影响 产生的影响 所以他代表了另外一个时代 那么对阿尔都塞的 这个著作的把握 我们也可以读 他早期的很多著作 但是作为成熟的 著作的一个把握呢 我们还是读两本 就是不要读多了 一开始啊 就是说 你有兴趣的话 然后再进一步的读 作为开始的入门的话 就是把握他的 这样一个思想的话 一个是读他的 这个保卫马克思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读资本论 读资本论 就是他对这个资本论的阅读 就是资本论啊 作为一个哲学的书 应该怎么去阅读啊 以及他的这个阅读方法 阅读方法 那么这样一个 对资本论的阅读呢 和他对马克思的 整个思想的一个传持呢 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讲一下 这个阿尔多塞的思想 可以对比一下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在这个东欧 新马克思主义里面啊 因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呢 在地理位置上啊 以及它的传统 它原来是重属于这个 在这个整个传统里面啊 它是重属于这个 苏联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呢 这个后来呢 他们这个新马克思主义 出现以后 他们在哲学传统上啊 从这个脱离了 这个苏联的 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 然后呢 就转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这个扩西克呢 它是捷克的 它是捷克的 但是它又是这个 信仰学马克思主义的 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就是说它作为这个 信仰学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 就是它的这个 具体的辩证法 这一本书 那么这一本书 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说它对马克思主义 这个我为什么要这个呢 就是说读它的书 可以借助于理解一下 这个莲菲福尔的思想 就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一个革新啊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卢卡奇的哲学 它的我们说 它为什么是在宏观上讲的 它就是以马克思的 这个劳动概念为核心 就是通过对马克思的 这个劳动概念的这个解释啊 来解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它讲的是一个 劳动的这个目的论设定 和本体论的设定问题 但是在这个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它们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从人的生成的意义上 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层面上 来解释马克思主义 就是说它要讲什么 人的生成和这个劳动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对劳动的解释啊 不能把这个劳动啊 看作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唯一要素 而它的最重要的基础呢 是关于人的生成要素 生成要素 而这一点呢 这个扩西克啊 在它的具体的辩证法里面 作了一个非常比较系统的啊 这样一个闪述 这样一个闪述 所以呢 如果读这一本书的话 可以就是有助于了解 我们整个就是说 作为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它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思路 以及来源 因为它讲了具体的辩证法 什么 具体这个概念 具体这个概念呢 是当时整个 这个时期讨论的主要概念 就是说 以前的哲学呢 它是以具体反对抽象 反对那种抽象理性 而强调什么 对个体生成问题的一个研究 生成问题研究 所以具体 这是一个核心范畴 这个核心范畴 是这个时期讨论哲学的一个观念 一个核心观念 所以它讲具体的辩证法呢 就是对具体这个概念的一个 生成的现象学的一个闪词 现象学的闪词 所以大家呢 可以把这个书啊 也读一下 这个很薄 一点点厚 一点点厚 我们这个图书馆也有 可以借着看一看 就是基本比较经典的 如果要是把这个书读了以后 你大概的这个主要的线索 这个阶段的主要线索 以及二战以后的这个 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变化 就可以把它了解 把它了解 那么这样我们讲这个书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这个和我们讲授的这个内容啊 是一致的啊 就是这个时期的参考题 就是这一阶段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哪些特点 就是它和前面我们讲的 葛兰西卢卡奇的这样一个哲学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和包华和法兰克学派 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就是作为这一阶段的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特点是什么 这是要把握的 就是说我们要把握一个思想家的思想 首先要把握这个时期 整个哲学的特点 因为任何一个哲学家 他不是脱离他的时代的 他都是他时代的这样一个厂物 时代厂物 所以你要 他既是这个时代的哲学的创造者 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的这样一个厂物 所以要了解这一个时期的这样一个思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讲联斐福尔的这样一个哲学 因为联斐福尔的这个 几大件的这样一个思想 我们不可能在这儿全部讲完 但是我们要讲他的最主要的思想 就是他是怎么缠持 马克思的实践和异化概念的 实践和异化概念可以说 是他整个改造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这两个概念是核心概念 他是通过对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时间和异化概念的重新规定和重新闪持 来闪发他的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是要把握的 第二个呢 是他因为闪持了这样一个异化和这个 马克思的时间和异化概念 所以他才能过渡到建构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理解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概念 就首先要理解他是怎么重新删持马克思的实践和异化这样一个概念的 异化概念的 但是仅仅研究他的实践和异化概念 还不足以了解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因为在这个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呢 他提出了他特有的范畴 因为他对这个实践和异化概念 做了生成主义的闪持以后 那么这样的相应的 也就是说 使马克思的这个异化 实践和异化概念呢 脱离了他的仅仅在这个 以一种宏观的矛动这个概念来解释 而是进到了对微观世界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在对微观世界的分析当中呢 他就要构造他的这样一个新的范畴 所以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呢 有他自身的这样一个范畴体系 所以仅仅了解他的异化和这个概念 对实践和异化概念的重新删持呢 还不足以了解他的这个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这样一个概念和思想体系 所以我们还要这个进一步讲 所以这个主要是讲 约菲夫尔主要是讲这两个问题 讲这两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阿尔杜塞亚为什么要强调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 这是什么含义 为什么讲它是科学的理论 这样一个科学的理论 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之间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这一个是要把握的 然后再看他所说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里面 包含哪些内容 包含哪些内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阿尔杜塞所强调的 总问题和正后阅读法 总问题和正后阅读法 这是他的这个理解 可以说是他的整个哲学思维 三数问题的一个基本概念 一个中心概念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 这一张所要解答的 所要解决的这个 最主要的这样一个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在理解这个 我们讲的就是到了这个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 这样一个哲学 为什么要讲法国哲学啊 讲法国哲学 我们要看看这个二战以后 马克思主义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变化 它和这个一战以后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究竟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很多人强调这个 马克思恩克斯是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创始人啊 这一个呢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马克思恩克斯的哲学 不能代替全部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在它的不同发展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发生的结构性的变化 它也是变化的 如果说我们说资本主义 是一个历史的现象 那么马克思主义呢 它一定是会呈现出 不同的历史阶段的 不同的历史阶段 它有它不同的特点 所以仅仅研究马克思和恩克斯 是不能说明这个 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 二十世纪的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二十世纪 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它以这个一战二战这样一个为界 它也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那么这样一个变化呢 法国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以后 曾经成为整个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主导形态 那么这样一个 就是说你把握了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你可以看出这样一个 这一个时期啊 哲学最富有创造性的 它的主要的特征是什么 主要特征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 这个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这个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化呢 它又是和整个的这样一个 法国哲学的变化相联系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放到整个二战以后 这个法国哲学的变化里面去讲 那么这样呢 我们再了解这一章要了解这个 这个联斐福尔和阿都塞的思想 我们就要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这个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发生的变化 有哪些变化是需要我们把握的 那么这个变化呢 主要是三个变化 主要是三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呢 是法国哲学啊 从笛卡尔哲学转向了 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奔习哲学 发生了这样一个哲学的转向 就是在二战以前 二战以前呢 法国哲学呢 基本上啊 继承的是什么 笛卡尔的哲学传统 我们知道啊 笛卡尔法国哲学家嘛 所以他们主要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走 后来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它有一个特点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法国啊 基本上就是 可以说是看到了 那个法西斯啊 这个德国 首先把整个法国都占领了 法国占领了 当然法国是 这个当然是自动也退出了 因为当时有个协议 就说如果要是 你这个战败国 战败国如果要是 你不抵抗的话 它会保护你的这样一个文物啊 就是这个城市 整个的可以保留下来 所以法国的可以说 饱受了这样一个 法西斯这个 这样一个摧残 他们对法西斯 是对人性的摧残当中呢 就走上了一个哲学 传统的革新之路 这个法国啊 它虽然是这个 二战是一个 这个 饱受这个法西斯 这样一个 摧残的这样一个国家 同时呢 它又有一个特点 就是二战以后啊 法国首先把这个高科技 就是二战期间 不是它这个武器的发展嘛 这个高科技核能 首先用于工业 首先用于这个日常生活 用于这个人们的这样一个 所以使这个法国 首先发生了一个社会变化 发生了社会变化 使这个社会啊 由原来的这样一个社会呢 可以说是整个科学技术啊 运用于这样一个人们的生活 运用于人们的生活生产 就是转到这个民用的 这样一个来 所以使整个这个 它首先使它的社会结构 发生了变化 那么面临着这样一个变化 变化 那么就是说 整个这个法国的 这样一个这个 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啊 迅速什么 宣起了一个城市化的运动 宣起了一个城市化运动 什么叫城市化运动呢 就是说 大量的这个 不仅仅是城市的建筑啊 包括城市的文化 就是说进入了一个消费社会 什么叫城市人呢 城市化的运动 就是教你 怎么去过城市人的生活 怎么去进行消费 所以呢 它就是什么 从原来的传统的 这样一个生产社会啊 进入了一个生产和 休闲消费结合的 这样一个社会形态 那么这样的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 以传统社会建构起来的 这样一个社会叫什么 现代化 因为它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啊 它是和现代化 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呢 和这个消费社会相联系的 消费社会相联系 它所呈现的是什么 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性的问题 所以现代性和现代化 不仅仅是表现为一个什么 在思维上表现一个表层的物质结构 和生成的思维 理性思维的反思的问题 它同时表现什么 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就是两个不同的社会传统和生活方式 一个呢 是在这个工业型的这样一个社会上 一个是带有消费型的这样一个社会 所以呢 这就提出了一个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性的问题 那么从这个对法西斯 对人性的摧残当中呢 他们强调什么 关注到人的自由本质的问题 而从这个战后的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的 对于生产的人们日常生活的应用当中呢 使这个社会进入到一个消费社会 这样就把现代性的问题呈现出来的 所以它整个哲学的革新呢 整个哲学革新呢 就是以探讨人的自由本质 和现代性批判为主题展开的 就呈现了什么 出现了哲学新的这样一个主题 那么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法国哲学家们呢 就从黑格尔的精神像学里面 发现了理性和历史的关系 发现了理性和历史的关系 发现了精神的自我创造性 那么呢就以这样一些东西啊 就是说他们可以说第一次发现了这个黑格尔的精神像学 虽然精神像学在德国早就有了 但是呢法国人呢可以说是 比这个德国要晚于发现黑格尔精神像学的这样一个意义 但是呢他们在发现黑格尔精神像学的时候 并不是重复德国人的这样一个现象学 而是把现象学和现代性的批判和能的自由本质探讨结合在一起 特别是和现代性批判结合在一起 所以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这种哲学形态是在德国没有的 所以这就使什么 使这一个时期的这个法国哲学呈现为一个新的风貌 成为一个 就是说成为这个整个欧洲哲学的一个主导 一个引导性的 一个引导性的 就创造了一种新的这样一个形态 那么用这样一个形态 他们就改造了这个笛卡尔以来的 所谓坚持的这个二元认的这样一个思维传统 就把这个现象学和这个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都结合起来了 和现代性批判的联系在一起 联系在一起 所以呢就形成了什么 对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文化批判 形成这样一种理论 那么在这样一个法国哲学的这样一个创新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影响 因为在二战以前和二战期间 这个法国他对马克思哲学是禁止的 就是他的大学里面是不讲马克思哲学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而在二战以后呢 他现在随着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发展 你存在主义和现象学里面 很多的哲学问题他自身解决不了 他自身解决不了 所以呢他要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 去寻求资源 去寻求资源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法国哲学呢 他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开始也进入 随着这个存在主义的这样一个研究 也进入了这样一个法国哲学 法国哲学 所以你在二战以后 你要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这个法国哲学 就是和其他的精神象学绝对分开 是很困难的 是很困难的 这是从一个方面 就是存在主义啊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需要 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呢 从另外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也随着他对这个黑格尔哲学的发现 黑格尔现象学的发现啊 也成为这一时期法国哲学 创造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 很重要的思想资源 这从法国哲学的角度来看 那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这一个时期的这个 法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他开始什么改变了这个先前的 这样一个思想资源 就开始什么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 信仰学精神分学结合在一起 就他的这个思想资源上啊 他不再仅仅借助于 对马克思本身的这样一个思想解释 或其他的什么这样一个 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 这样一个讨论 他不是借助这些讨论 而是呢 更强调马克思和存在主义 信仰学精神分学的这样一个分析 所以他就使出个 马克思的这个哲学分析的 这样一个资源啊 发生了一个变化 发生了一个变化 所以随着这个 整个的这样一个 第一个变化 就是法国哲学的变化呢 对马克思哲学啊 产生了深刻的这样一个影响 产生了深刻影响 那么这样一个 由于这样一个影响呢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生了第二个变化 就是很自然的过渡到 它第二个变化 也就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新 自我革新 就是在二战以前 二战以前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主要是两种 一个就是说 主要的是借助于什么 受到这个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比方说倪斐福尔 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一个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呢 到了这个 从这个西方 到了这个二战以后啊 随着这个思想的这样一个发展 他们就说 法国 在法国哲学的这样一个革新上 他们自己也进行了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进行了一个自我革新 这个里面呢 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 共产国际的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1956年 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 就是批判这个斯大林现象 批判斯大林 批判斯大林的这个个人崇拜 这个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呢 可以说它引起的反响是不同的 对于苏联来说呢 它是批判这个斯大林的这样一个 非能道主义的这样一个现象 但是呢 对于西方 可以说西方世界 特别是西欧世界走得更远 比方说意大利 他们就提出来 一共就提出来 他说不能够仅仅把这个斯大林呢 开华是一种这个个人崇拜 而是强调斯大林现象 那么对于法国来说呢 也起了这样一个变化 就是它对不仅对东欧 而且对西欧的这样一个南欧 整个欧洲啊 发生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这样一个影响呢 就处使法国马克思主义啊 从原来的这样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 转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也就是说它脱离了这个苏联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包括脱离了它在我们说它这个第二国际的是拉法格 是吧 我们前面讲的拉法格 包括这个传统都脱离了 然后转向了这样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所以在这个哲学的资源上 哲学的资源上 它继承了从 一方面是葛兰西和卢卡奇 创立的这样一个传统 一方面呢 它借助了这个 这个马尔库塞的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法兰克普学派的这样一个思想 然后来重建自己的这样一个 一个哲学 这样一个哲学 所以它呢就 也就是说 从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 转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形成了和这个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对立 不管是这个 涅肥福尔的这样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还是阿尔都塞的这样一个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他们都是啊 反对这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一点上 他们是一致的 他们是一致的 所以就发生了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这样一个变化 这是它的第二个变化